所以這一節工程師的三分球呢 是七頭三中 相對於第一節的八頭零中 他們很明顯地找到了外線的手感 球感覺好像是先打在地上 再碰到李佳瑞的 所以 看裁判怎麼認定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動作 這一球 小腹要砸李佳瑞 這個角度稍微被擋到 塞瑟夫認為是打在李佳瑞的小腿上 那三位裁判要先討論一下 旁邊換葉俊鴻以及 沒名勝是今天的三位執法裁判 看這個角度 打到腳跟了 所有球迷都 看得到大螢幕喔 對 看起來是不是要再討論一下 跟紀錄台這邊做一個確認 好 利用這個 碰檔的時間呢 當然 雙方的教練趕快把球員叫回來 再做一些耳題便秘 上半場剩下將近兩分鐘時間 對 對 你怎麼看剛才那個球 是 沒有我在想的是 是不是 如果不是工程師的主場 是不是大螢幕 是可以不用放出來 對 剛好是工程師的主場 大家全部都看得到 每個人都在大叫 然後我覺得裁判 真的還是要確認好 這個球權啊 因為對今天這場比賽 一球的這種差距喔 其實每一球的球權 都來得非常的重要喔 在這一節 兩隊大概就是在 你領先三分 我領先三分 這個範圍當中 來回的搖板 好 所以 葵哥看得沒錯 對 還是勇士隊的球權 葵哥看得沒錯 就是 打到腳跟嘛 因為第二台攝影機 看起來那個角度比較好 是 沒錯 大螢幕 再重新放給觀眾 再看一次喔 還是叫了 削到李家瑞的腳跟之後 球改變了方向 球迷也是非常的投入喔 不過進攻時間者為了